台北县政府拉近城乡资讯发展的距离 扩大开办了县民免费研习电脑的课程 在卢州市公所极力的争取之下 决定在极闲图书馆开班上课了 欢迎民众永远参加 这次免费的研习电脑课程 将由县府提供师资和教材讲义 采用一人一级的方式上课 上课的时间从11月16号开始 我们市公所跟管理政府共同来基盘一个 研习电脑的一项课程 那我们从11月16号来到12月14号 每个星期天在我们极闲路245号图书馆 那欢迎市民朋友们大家都可以来报名 我们每一个第一次受理18位的人 课程的内容包含电脑的硬体软体介绍 Windows操作 键盘操作 打字指法练习等基础课程 市长呼吁市民朋友要把握这个机会 完全是免费的 而且它有十几个单元的电脑课程 希望我们市民朋友大家能够共同一起来学习电脑 报名的地点就在极闲路245号4楼图书馆 上课的时间从16号开始 每次上课的时间为6小时 一般只收18位学生 先后安排5个班别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到极闲图书馆的柜台报名 天花天新闻方建凯琳锦宇 卢州采访报导 不信任由于博州掌握的柜码 掌握的柜码 也应该是过来的 然后我看这个阜码